大家好,今天我們要來做泡菜炒豬肉 那我們來簡單介紹一下我們的食材 這個是漢聖好之多買的泡菜 然後洋蔥 然後這個是不倒翁的芝麻油 然後這個是鹽巴 這個是蒜頭 然後這個是太白粉 然後這個是豬梅花炒肉片 先把豬肉加下去,加一點泡菜汁 加一點太白粉 加一點不倒翁的芝麻油 把它拌勻 弄閃 加一點油潤鍋 熱鍋冒煙之後下豬肉 豬肉拌炒一下 炒至八分熟之後,先把豬肉夾出來 原鍋直接小火下油 拌炒至軟之後 等一下下泡菜 泡菜加下去之後,與洋蔥一起做拌炒 我們喜歡吃比較脆的洋蔥口感 所以沒有把洋蔥煮得很爛 洋蔥差不多有比較熟一點之後 就可以下豬肉了 把剛剛的豬肉下回來一起拌炒 下一些鹽巴 下蒜頭 過程中如果覺得水太少也可以加一些水 然後最後的時候也可以加一些蔥 看個人喜好 我們是沒有加 其實料理不用太局限 看自己喜歡吃什麼就加什麼 確認全熟後就可以準備起鍋 關火 準備來起鍋囉 因為份量有點多 先撈起來 剩下的部分再用倒的 比較安全 汁也會從上面淋下去 會更香更好吃 這個就是做好的成品 看起來色香味俱全 美味可口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要吃的晚餐 然後這個是泡菜炒豬肉 然後這個是山藥排骨湯 濃白香醇 這個是干貝炒爐熟 很香很好吃喔